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树式意运Deve Newman都稀朔到厂之鹤 并与社区的话洋民众一起欢度中秋佳节 这次晚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疫情以后 我们社区的那些居民啊华人的会员啊 好久都没有碰到一起了 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呢给大家有一个机会相聚 然后这边呢都有好多吃的东西 还有抽奖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节目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今年有新选出来的会长 我们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他们是去跟副会长 那个Join Lu 欢迎中秋文艺晚会主席吴雅明环告知 文图拉线话语美国人协会检称 乌康成立屋1970年 并在1976年被特使为非营利组支 该协会的目标是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预言和习俗 同时促进美籍话语宣誉教育 商业和政府活动 以培养建设性的公民意志 改善整体福祉 并培养对其双重遗产的欣赏 据悉 该社团每年筹办多项活动 以增强在美化人之间的情感元气 并设立奖学金项目 以鼓励支持勤奋求学的新兴学子 未来 跨联会团计划推出各种工艺活动和课程 包括跳舞 太极拳班 钢球 旅游等 当天的文艺演出精彩分成 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美南电视台著洛杉矶 记者黄福明 文图拉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